在浙江省思宅村 有一座叫华国宫别墅的学堂 他不仅培育了一代代学子 也承载了一个未富行孝的故事 清道光年间 村中有一位名叫思华国的人 一直想见一所家属培养人才 然而他在有生之年 并没有完成这个行为 思华国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孙子主动担负起这个责任 建造了一所学属 但在兴建学校之后 他们却把功德归在了思华国的名下 并以老人的名字命名为华国宫别墅 而孙建学堂把功德归在祖先名下 这种行效方式在思宅村 从此盛行开来 影响了无数私宅后人 年轻时离开家乡 去台湾经商的思孝坤 每年都会为家乡捐钱捐物 他还在村中捐了一所小学 同样思孝坤也把自己的功德归在了父母的名下 你看这就是他设立的奖学金 我们历年的发放名册 它这个它没有叫做孝坤奖学金 这是根据孝坤先生自己的要求 用父母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奖学金 是表示他对父母的怀念 像这种情况来说 我们这边是很普遍的 像我们学校介绍之初 有很多人都捐了田捐了物 然后在功德本上名字都是父母的 思宅村自古以来 就有百世孝为先的传统 儿孙行善举把功德回报给父母的行为 是对长辈行孝的另一种方式 千百年来 思氏族人通过这样的行为 体现着对孝道的尊崇 把思宅村行孝之风不断地绵延下去